看今天这个天气特别的好 海边这个天空多懒啊 咱们先随着这个潮水转悠转悠 现在还在退啊 这个小家伙 飘在水面上还真跟个活的似的 那个半天 也不是活的 还这么小里面还有一个小木有骨呢 真可惜啊 这小家伙 呆萌呆萌的 这要是 活着的话我都能给他带回家养到老大老大 哎呀这个有点可惜了 我也带着吧 我也第一次捡到这么小的一个墨鱼 真呆萌这家伙 这是刚退潮呀 还来晚了 这海水今天还不是太热 哎呀这沙滩呢 这种的都是水母啊 就是这个这一点半点就不要 切着玩了 哈哈 我比较喜欢玩的 这种都是海浪打上来的 这个都已经 这个不好吃了 没啥用 那个回头的话就化成水了 小海兔 这个小海兔不活 但也还 还新鲜着 这个我就带着 这海兔离水的话 那几秒钟 它就不活了 脾气不好啊 爆脾气 没有水就生气 新鲜我就带着 一个毛鸽 抛一油 就一个 哎这个毛鸽身上长的是什么呀 自己给自己刷了头胶吗 哦这个舌头 哎 吓他一跳 这个比 这个 身上都这样 看样子是买的一样的衣服呀 都穿着这种衣服 这远看跟个鸡蛋似的 这个石头 这个石头 还满满来来 得盘它呀 这个我带着 放到鱼缸里面 这底下还藏一个小被呢 扇被啊 哦呦 这个还这么红啊 扇被的话 我们这边都是 这个都是羊的 吹上来的 基本上都是坏 看不见啊 那边的话 我们这边都是 用龙的养着的 这个都 这个也带着 这个海螺 这是在吃这个海虹 这连 脚都不用想 哎 不是 是吧 啊 哎呀 好窝囊 海螺的最爱 吃海虹 现在这个季节 哎呀 他嘴里还有个海虹呢 我拿不出来呢 啊 这个海虹我救了你 还没剩壳呢 现在这个海螺都不肥了 你看就这点肉 看着 吃海虹了都 这谁在海边上再对一回吗 让我们再对一回吧 这么大一个毛隔没有肉 这个要是带肉 隔头真不小 我站起来了 兄弟们 这次真站起来了 这个地 哇 又50斤吧 你们可能看不出大小 看我的手就行了 看我的拳头 沙包一样的拳头 再看看这个海虹 发财了 我的娘 我这 这么多年了 终于让我站起来了 这么大我怎么带出去 就我一个人 我给他翻过来看 哇 哇 大不大就完了 我第一次捡到这么大一个 水母海质 你看我的拳头 这个太大了 我真站起来了 等我一下吧 我给他弄桶里去 我现在只装了一小半 这个桶已经装不下了 还剩下这么大一块 这里面 你装三样 三个这样的桶啊 实在也装不了了 这也涨潮了 这个只能丢了 而手现在都开始痒了 把 折我了 被折了 这种折人太厉害了 回头我把这个爪子里带着 这个爪子还能放 这块皮子的话 咱就不要 没办法 太大了 第一次捡到这么大一个海质啊 开始涨潮了 就能带多少带多少吧 要不太重了 往岸上走走 40多分钟 出不去啊 涨潮了 那个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一下 记得帮忙点个赞 谢谢你们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